记得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台北的松山机场 我们KKO现场有不少旅客正在排队等待去报道 可是在今天脑上8点多的时候 有一班力荣航空原定8点15分 要从松山机场飞往澎湖的这个班机 因为飞机故障的关系 因此这一班是没有办法顺利起飞的 那力荣航空是紧急从桃园机场调来了另外一个飞机 想要把这个183位旅客从松山机场送到澎湖去 那没想到调来的这个班机同样也有问题 因此这两个飞机通通都没有办法顺利起飞 然后早上8点15分原本要起飞的旅客 就这样一路的等到中午的12点06分 飞机才终于顺利起飞 那在这等待的过程中 其实也有爆发一些旅客以及航空公司工作人员的 一点点的口角冲突 就是因为旅客等待的时间觉得实在是太久了 因此非常想要知道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顺利起飞 也想要知道说等待了这么久时间 延误了将近四个小时 航空公司有没有要给予一些补偿 那当时呢在现场力荣航空呢 是有提供点心以及临时在现场安抚旅客的情绪 那这一班飞机呢 才终于在12点06分的时候顺利飞往澎湖 那另外呢受到影响的还不止这一班 另外有一班呢是原定在11点40分的时候要起飞的飞机 这一班同样也是延误到下午1点10分才终于顺利可以起飞 那这一班之外呢还有一班是原本是1点50分要起飞的飞机 这一班同样也受到了影响 延误到下午3点钟才终于起飞 这两班航空的飞机呢都延误了大约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那现场呢旅客其实觉得是蛮无奈的 因为他们本来是想要去澎湖参加海上花火节 非常期待能够看到今天晚上的表演 但是呢因为受到延误的影响 因此他们的行程也有受到改变 感谢观看